七号姐姐 其实现在我倒觉得 其实你不单单是给大哥一个机会 也是给你自己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所以说我倒是觉得 此时此刻你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那这样啊 我们请出我们的七号女嘉宾到台前来 让我们都叔叔啊 跟他来一次正式的告白也好 道歉也好 我们七号女嘉宾也做出一个决定 是否可以接受 好 来 有请我们七号 不是 七号是这个电视播 这是我不想再演这戏 你的说的每一句话 七号你应该今天就是当断折断 对 就是别有后续的事了 像刚才你说的 不不不啊 今后怎么样了 那无所谓 这个决定于你现在 你是主角 对 你好好想想 我们男嘉宾女嘉宾 给你们两个人每人两句话的时间 第一句话 他有什么让你舍不得的 第二句话 他有什么让你无法接受的 你也一样 然后你们就想清楚了对方 是不是你要选择的那个人 给自己一个了断 或者是继续的这个理由 好吗 呀 快一年了吧 因为你对我特别从生活上 从那个我一开始我哥家到他那儿 就是说各方面照顾的我特别好 是啊 各方面 所以说我到他家以后吃药都过敏 所以说我特感谢他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来特意来道歉来了 希望你给我最后一次几回吧 跟我们爸一相处很舒服 愿意和他在一起 是 那他有什么让你接受不了的 这是个坎儿啊 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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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开始我就没看好的 这从头说就是没看好的 那为啥选择在一起 他就是这个穷水不舍这个精神 坚持 我这儿吧 我就和一 哎呀 就接纳了挺诚心的 我这后来他就是总变 开一回干嘛一回一回干嘛 这回我就彻底伤心了 我就不想再跟他俩就这么拉拉扯扯了 我够了 爱他是因为他的执着 你说就是爱情 但是不爱他也是因为一个相反方面 他太不坚持了总变 对对对 公司卡以后公司卡就教你了 你你教过我一回 叫我半休 这说话不怕别人向我半休 晚上叫的半夜睡醒了要回去了 那咋能要回去了 要回搁哪儿了 你搁哪儿我哪知道 你说实话一千也好两千也好 实际我厨艺 咱俩别搁这班长 你就说别的都没用 因为我都我要是知道你来 我说事都不再来 阿姨 问阿姨 你还你忘了他都好了吗 实际上你看他曾经也是 做好鱼 做好肉 给你女儿端过去 他内心是一个挺善良的一个人 我们刚才说了 你确实也很惯他 他没有珍惜你 但是想想他的好 如果真是能够 给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机会的话 你就不妨给他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改过自新的机会 咱再给 再看看他表现吧 对不对 他不也有好的地方吗 阿姨 是不是 是 你合计合计的对你女儿 是不是 不是 我女儿对他也不错 我女儿这回想找他谈 他 他没来 对没来 对部来 是 如果大家要留意,你不要留意,你會選擇 你會選擇